今天我收拾东西发现了一些我原来的文件 其中有一大堆是我的一些交通罚单 所以今天就说说交通罚单的事儿 交通罚单这一大落大概不到20张 为什么留这些呢 这些是当时上庭的罚单 还有很多呢是不需要上庭的那些单子我就没留 这需要上庭的呢我当时留着呢我就怕忘了哪天开庭我得去 所以呢就留好多啊 包括这个有个人信息啊 远点人家看不见吧 然后呢这个里面这是围张停车的 这是在外州的 还有一些是带拍照的啊 比如这个拍照的这些啊 是你在哪超速了 他都能给你拍下来啊 比如像这个都是你超速他给你拍的照片 这些照片呢 他都是带这个 这是DC的拍的照片带网站链接的啊 带网站链接呢 你可以上那网站去看你当时超速的这个录像啊 他能给你拍下来 你能看到他你这时候 你车冲过去了 然后他他那个这个测速表上显示显示你多少英里 然后那个那条路段的限速是多少 你超了多少啊 他都有 所以呢这个 为什么这些能上庭的上庭的理由呢 其实就是为了求情啊 就是说啊 是我超速了 但是呢我希望这法官给我一个低一点的罚金啊 比如说他要求罚200啊 最后你跟他求情啊 哎呀我那天身体不舒服啊 我着急或者有什么事儿 能不能少交一点啊 他他都可以酌情给你处理啊 觉得您行 那给你减的吧 一百二一百三啊 这样 所以呢 这个是这这些罚单啊 而且呢 这些罚单呢 还有很多啊 五花八门啊 各不一样 咱们慢慢说啊 先说呢 就是因为在美国呢 各州啊开车风格不同 法律要求不同 法律要求呢 一般来说呢 它是根据啊 各个州的这个 自己的州法啊 然后呢 根据自己州的这个 执行交通法规的这个强弱的这个尺度不同啊 一般来说呢 有细小的差别啊 不是说差别特别大啊 嗯 基本呢 你按照这个限速要求啊 就问题不大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这种工作类型啊 在美国旅游呢 在美国各个州跑 带着客人啊 一天赶很很很远的地方啊 最北北边到人们这个这个这个 纽约州啊 大瀑布啊 然后南边到佛里达 Key West那儿啊 都有 所以呢 经常在不同的州啊 遇到不同的这个要求啊 被抓 那么各州的警察呢 他也有自己的经验 他都会在一些特别隐蔽的路段 去抓这些容易犯错的司机啊 而且像外州的司机呢 是特别容易犯 因为你来这少啊 你不知道啊 这个路这个路段经常会抓你 而且这个路段呢 突然可能你前面高 刚从高速上下来 高速上呢 你那车速还没降下来 马上进入local local比如说他限速45 你刚从高速上下来 你可能车速还很高 你还没降下来 他就在那点抓你啊 他抓的特别准 而且你哑口无言 没办法啊 因为美国的这些高速呢 他也没有什么收费站啊 就是我下高速 我得交费啊 你速度当然就下来 他没有收费 你从那66下来了 啪 你转到这个local123 你进入123的时候 你的车速还没有快速的下来 那警察就在那堵着你啊 他他他他他就是这样 没办法 而且呢 这个罚单基本上是两类啊 一个呢就是停车罚单 一个是超速啊 我吃的比较多的就是 停车和超速 停车主要是纽约的麦哈顿啊 就是难停车 不好停车的这些地方 他停车罚单是抓的比较严啊 麦哈顿呢 呃 他因为他自身的那个地理位置啊 人员密集 尤其疫情之前啊 那个阶段呢 呃 这么多年啊 在纽约我的经验就是 他停车确实很难 所以他有一大堆呢 那也是那种二狗子啊 就是那个 呃 这个叫什么 国内叫服务警啊 就是这个鞋管员啊 满大街 他戴个小白帽啊 满大街就是天天围着这三 三条街来回转来回转来回转啊 就开这个停车罚单 看见车哎 怎么他违章了 快贴一张隔那儿去 而且他纽约麦哈顿那个地方 他抓这个停车罚单呢 他们是有奖金的啊 所以呢 他特别热衷于干这个 而且你在一个地方违章停车呢 是不停的罚单贴上来啊 我有一次在那个麦哈顿 就是找个临时停车 我觉得我在车里应该没问题啊 就是打嘴睡着了啊 等我一睁眼 也就半个小时啊 我千党风那贴了三张罚单啊 不同的警察 一个是穆罕默德啊 下一个是Peter 再下一个是David 三张罚单 哎呦 而且我当时呢 是那一次拿这个罚单的时候 我是不知道他会这么粘手粘脚的 把那隔在那儿 我以为他会悄悄玻璃有这个 教育的批评的行动啊 不能停车啊 快走我给你贴罚单了 没有人教育你啊 直接把罚单粘手粘脚搁在那儿走了 然后Peter过来又粘手粘脚搁在那儿 他也不打扰你睡觉 反正弄了三个 所以呢 这没办法你去打 或者说你打不了 你这个东西只能去交啊 原来在麦哈顿的时候 每年去的四处比较多 基本上每一年的罚单呢 都在不到两千美金啊 一千多 其实罚单还好 在麦哈顿呢 比较讨厌的 有时候他把你车拖走啊 就是你停在围章停车地方 他把你车给拖走 那你还得去找这车拖到哪儿去了 你得对停车场 你得去找 然后到那儿你还得交罚金 再交拖车费 再交停车费啊 基本上拖走一次 你再过去把车拿回来 得交不到四百美金啊 拖车费多少钱 停车费多少钱 大概不到四百三百多啊 而因为麦哈顿的那个地方 我们原来做旅游的工作性质呢 有的时候你必须要临时停车 找个地方下来带客人 但是你那个停车场又很远 所以又不方便 当时呢 有的时候就侥幸啊 我就下来五分钟啊 带客人跟他讲一下啊 你们在这看啊 好你照相照相回来啊 我得不能停车走 就这么一会儿啊 有的时候那帮小子盯着啊 而且他们也很惊 他们就知道这地方接送游客的地方多 他就躲在那里藏着啊 他就看见你哎 那下去了啊 他看着你也没熄火 你跑一下 他比你跑还快 他跑你车跟前怕贴在那儿 还有的时候呢 那帮小子这个 就这帮二狗子 他就站在你车跟前啊 你说我走 但是他发现你在那停车了 他叫no parking or standing standing就是说你开车在那儿 车不熄火 你那 standing也不行啊 这这这这这 他就站在你车跟前 你也不能把他压死啊 所以他在那给你开发单 你贴 然后有的时候呢 他远远看见你 他也不不告诉你 有时候坐在车里 你还在学吗 哎呦那二狗子过来赶快走 因为他会远远的 填好单子 然后靠近你的时候 告诉你单子填好了 趴往你这里放啊 他不知道你跟前 所以这个麦哈顿是很讨厌的啊 没办法 但是我也理解啊 麦哈顿是必须要这么强制管理 不然没办法 麦哈顿呢 也有停车秘诀啊 一会儿我再说 那停车秘诀呢 是我的一个朋友的秘诀 这个知道人太多还不灵了 必须得人少才行啊 所以呢 也挺有意思的一个绝招啊 嗯 那么超速发单呢 就比较多了 超速呢 基本上 你不管超多少 他都有权利抓你啊 就是警察都有可能把你拦下 你超的少一点呢 也许他不抓你 但是你也算超速 一般来说 在美国呢 大概的规律就是说 你超10%到15% 10%左右 问题不大 你比如说呢 这个路段限速60 60英里 你开到65% 66% 70以内都还行 你开到75% 那就是这不行了 那就太高了啊 所以呢 这个就是说 他的这个超速比例啊 他大概能够测出来 基本上超速都都会被拦下啊 有的时候你有侥幸这一段过去了 没事儿呢 也许就会被碰上啊 其实我这些好多都是这个超速的 还有这个抢红绿灯的啊 黄灯闪的时候 就快到红灯的时候 我就过去了 但是他说我闯红灯了 然后那种你得找律师去跟他打啊 嗯 还有这个酒后啊 酒后也比较严重 酒后驾车呢 也是也是严重的 酒后驾车我倒是没有啊 但是我有过酒后驾车 但是我没有酒后被抓过啊 当然这个坚决杜绝啊 这是错误的 这是违法行为啊 这个大家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啊 这个当然呢 你超速被拦下啊 被拦下之后怎么处理呢 你就是在车里坐着啊 不要乱动 呃 然后你把你的驾照啊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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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这个车的registration呢 拿拿好啊 就是车的这个执照啊 拿好 你就你就等着 一会儿他他会坐在车里先不下来 他在坐在车里呢 去查你这个车牌的违章记录啊 有没有 然后你这个车主 你这辆车是不是抢的 倒的偷的啊 这个车有没有违法记录 然后这车主呢 是不是有过犯罪记录 这个车主呢 有没有持枪的这个执照等等 他在车里查这些 查完这些之后 他过来跟你谈啊 你怎么怎么回事啊 你超速了 然后呢 这一般来说呢 你不要在现场答应他啊 yes no 是对对对 不好意思啊 是我超速了 不要承认这些东西 我一般来说 我就听着啊 行 他告诉你什么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听到了就行了 你也不用跟他去反驳啊 你可以找他去反驳 或者说你找他去说一些 希望博得他同情的这些话 因为你明确知道你超速的这种情况 你就去找他说 哎呀我这身体不舒服 我这着急啊 或者说我这没有看到那个啊 我这不清楚这限速多少 或者你就直接装傻 他说你超速了 他说你这限速60 你开到70的 你就没有 我就是58 57我没有 你可以嘴硬啊 然后回头再上庭去嘛 就是你觉得有上庭的可能 你就去跟他上庭去啊 所以呢 就各种处理方式 但是不要在现场承认我错了 或者是啊 我是我的不对啊 这个这个 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拿到罚单之后呢 基本上有几种处理方式啊 一个呢 就是你认罪啊 就是说他给你开的罚单 呃 也不是特别严重啊 你觉得也没必要再去上庭了 不要浪费时间了 你就再网上去交 就完了 还有第二种呢 就是说 你自己去上庭啊 去上庭 上庭的目的呢 是你要想好 你是去 两个目的啊 一个是你去堵一下啊 就是说这个警察 他手里没有厕所雷达 他没有用厕所雷达 他就也用眼睛啊 他就发现你的车 他就跟你胡说一个啊 觉得他你确实开的快 但是他他没用厕所雷达 但是他觉得你小子开到 其实了啊 其实你没有 你可能开到69 68 但是他说你开到70了 所以呢 你去堵一下 如果跟你上庭的警察呢 他不能拿出这个雷达的证据 你就赢了啊 因为你上庭 就是说抓你的这个警察 和你本人要同时出现在法庭 如果这个警察今天有事儿 没有出现在法庭 那么你也胜诉 所以呢 就是去堵一下啊 还有呢 就是你到现场 如果看见警察已经来了 然后你也觉得 哎呀 确实这个他有雷达 他肯定有 他肯定知道 那你呢到法庭上 就找法官去求情啊 就是哎呀我认罪 那天我开的有点快 然后我有什么什么事儿啊 找我什么理由 比如说身体不舒服 或者说我这个刚第一 我这个到那个路段不清楚啊 我之前去年有过一次呢 前年 20年有一次 我到法庭上我就跟他说 我是干旅游的 我失业了 你COVID-19我就没生意了 我失业了 所以呢 我当时去送外卖 送外卖的路口不熟悉 然后我也没有收入了 希望你能够给我少开一点啊 那法官还不错 他罚单是130好像是 最后就让让我交了40美金啊 所以就是你求情还是有用的啊 但是你还有呢 就是我也有过 就是赌赢了 就是我就有一次啊 就是我就赌那警察 他肯定没有厕所雷达 他就是胡说啊 他就认为我开到哪个哪个速度了 他肯定没有 所以我就上厅 我就说没有 我没有到那个 然后那警察也 他也拿不出证据 然后那我就赢了啊 我赢了 我就不用交这罚金了 我就可以走了 所以呢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你上庭要带律师的 带律师上庭呢 一般来说呢 就比较严重的 你比如说你抄了很多 抄速抄的比较多 这一块呢 在各个州来说呢 要求不一样 有的州呢 这东西它算一级清罪 或者二级清罪啊 就跟你随身违法带毒品的那个罪是一样的 那种罪呢 是有刑事罪啊 要入你的这个终身档案的 当然也不叫北国 不叫档案 就是你背着你一身 背着你一身啊 然后呢 你这个今后买保险呢 你做什么背景调查呀 你什么办贷款呢 各种事情都会受影响 你有刑事犯罪记录啊 你当时有这个一级清罪啊 或者叫鲁莽驾驶罪 所以这种情况 你最好找个带个律师去 然后律师呢 帮你把这个超速的这一块呢 给它拉回到合理超速 这是律师的本事啊 他就跟你讲啊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律师呢 之前有的时候也会跟那个警察去沟通啊 我这当时人你看 他的驾驶记录挺好的 但是驾驶记录好也是很重要的啊 就是说你不能总超速啊 我一般是 就是一年有那么一两次 还在不同的州啊 有的时候比如说在 在一个州呢 有那么一两次的话呢 不同的州呢 他的档案是不记录 跟在你这个 比如说我开车 我在这个外州超速的 或者扣点呢 这些这些事呢 不记录我在这个 维尼尼亚的这个这个驾驶记录啊 所以影响还不大 但是你在本州你一定要注意啊 在本州 沟尼尼亚有时候他会问你 你在沟尼尼亚有没有啊 这个超速 如果说你近两年都没有 你都是在纽约在外州超速 他不怕 没问题 他去跟法官和警察去求情啊 说这我们当事人记录联好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他能把你拉回到 就是普通的这种超速来 就是拉回到这个这个这个级别啊 有的时候会给你一定的同情分啊 当然这主要取决于律师的这个本事啊 还有呢 就是你如果被扣点 美国也有扣分啊 扣分的多的话 他各个州要求也不一样 有的是要求你去上课 有的直接就吊销你的这个驾照啊 我开Uber的时候也发现 也碰到过很多老外打车的 就是因为酒后驾车呀 吊销驾照了 所以只能叫Uber 他这两年都不能开车 那很麻烦啊 还有我碰过碰到过那个一个老外 美国法律要求很严格的 我那是第一次听说 有一个老外呢 他也是有驾驶什么不好的罪吧 我忘了他那不是酒后驾车 好像是鲁莽驾驶超速了 然后呢 那个法官给他判断呢 就是说他不能带他孩子开车 他可以自己开车 但是不能带他孩子开车 你比如说我带我孩子开车 不行那你违法 警察会抓到你啊 但是你自己开车 在多少范围内啊 开多少英里内可以 但是你说我开车长途 我去纽约也不行啊 他那判的也挺逗的 所以他带他儿子叫车 然后跟他闲聊 我说还有这个要求 他说对 他说我跟法官求情了 我那律师也帮我求 最后给我一个宽松的 就是说 起码让我自己可以上下班开车 买东西开车 但是第一不能跑长途 第二 我的孩子在我的车上 我如果开车就是违法 哦 我说还有这个 反正法官也会给你不同的判决 这是几种拿到罚单 需要去上庭的这种处理方式 因为呢 你拿到这罚单之后呢 他会给你的后果 如果说这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呢 可能对你今后买车 买保险啊 都会有严重的这个这个不良记录啊 你比如说你这个有很多次的超速记录 也被扣过分 你再去买保险 保险公司一查 或你这个不行 别人买我们这保险 可能一个月 一年 比如说这个五六百 但是你就得两三千 不行 因为你的这个赔偿概率太高 你总会有这种情况 而且美国的这些警察呢 他也比较会抓 他基本藏在各个州呢 危险的路段 就是从高速上下来 那个位置 你稍微进local 然后他就知道你从高速上 你还是六七十麦 你进我们这local 就得四五十麦的时候 你还没降下来 他就在那抓你啊 他就在那逮你啊 我有几次是这种 就是这种叫执法陷阱啊 在外州有几次好多好多啊 有的时候因为我找外州的那个律师 通过这个电话啊 或者是邮件跟他联系啊 你帮我去打这个罚单去 然后我有时候查那些论坛 好多老外在那留言 我一看我天 就说那小村小镇啊 他们很穷 他们就靠这个交通罚单 来补充那个市政厅的这个收入啊 等等等等 也有好多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那么在这个交通罚单啊 这里边有两个有意思的事啊 小故事 先说我刚才说那个在麦哈顿啊 停车的秘诀啊 停车秘诀啊 我那个朋友的秘诀 我真是绝了啊 你不是很难停车吗 找不到停车位吗 麦哈顿有很多酒店啊 上次我是发现他 哎我说你这么没有客人 你拿个拉杆箱干什么 空的拉杆箱 然后他说哎呀我告诉你这是个秘诀啊 他有的时候呢 需要停车 比如上厕所 麦哈顿停车上厕所都找不到地方啊 或者在哪停车 酒店很多 麦哈顿的很多的这个上城下城中城啊 都有很多酒店 你在那附近呢 离你办事里面都不远 比如说你就需要停个十分二十分的时候 他就把车停在酒店门前 然后告诉那门童啊 我拿着那拉杆箱啊 我先去办登记手续啊 你车不要动啊 我一会儿我的车里还有拿东西 人家门童啊 好你去吧去吧 帮他看着车 他也不用交停车费 然后他就该进去上厕所呀 还是怎么着的 办完事儿 拿着箱子出来啊 我搞错了 不是这家酒店是下一个 谢谢你啊 就开车走了 他就免费的在那可以停个十分二十分 甚至半个小时啊都行 这是我知道这种秘诀啊 这种办法 当然知道人太多就不行了 你知道人太多 谁都拿个拉尔箱到那停车去 也不行啊 这种方式主要是这个 有些人呢 就着急办上厕所了 或者是有什么事儿了 他必须要停下来 因为麦哈顿啊 没来过的朋友不知道他的交通恶劣啊 你停个车上厕所都很难啊 要不你就是这个进那种停车楼啊 昂贵的停车楼白天的一个小时停车费都得四五十美金啊 每小时啊 每小时停车费 你要找那路边能停车的很难找到那种停车费 而且有很多呢 他路边的停车位私家车不行 必须得是那种可貌手的啊 就是那种交通什么什么维修的车呀 送货的车呀 那种才可以啊 商业运营的车才可以 所以这是关于停车啊 还有一个小故事 也是很绝啊 是我的一个间接认识的一个朋友 他是在十几年前啊 在纽约 他是违章了 超速 超的挺多 但是呢 他当时那个超的挺多呢 可能给他会算个什么一级轻罪之类的 但是他当时呢 好像正在申办绿卡 还是办什么入籍吧 这类的事儿 然后呢 他就怎么办呢 他就找他那律师 那律师说啊 我给你想办法 你如果上庭的话 你必输无疑啊 你肯定是不行 所以呢 就那律师就去找办法去查 哎 发现一个bug 一个漏洞 就是抓他那警察呢 是个老头 老警察 所以呢 他觉得那老警察先拖着他 然后真的是给他那个 就美国的法律是有延庭的 就比如说 你一月份违章 你开庭是五月份 那么你可以找法庭延延 五月份不行 我生病啊 我身体不舒服 一直给你延到十月份 然后就这么 到下一次 哎呀 头疼不行 我身体又是 或者我有什么事儿 我不能出庭 又给你延啊 再延再延 他能前后延很多次 我那朋友他那律师就很有经验 帮他这个延庭延了两年多 就这两年多 他都没没法跟那警察上庭 最后把那警察拖着退休了 那老头退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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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不用上庭了 不用上庭的 那我的朋友去法庭 那不就自然胜诉了吗 所以这个是我知道 特别觉得一个 哎呀 极端的一个案例啊 这是挺有意思的 另外呢 在美国现在有很多先进的软件啊 比如说 大家用这个Google map导航 Google map导航上面呢 经常会出现一个警察的标志 就在各个路段啊 那个标志呢 是各个网友开车到那之后 哎 在那啪设置一下 或者他在那贴一个按钉 他就知道这个地方经常有警察 还有一个软件叫Wiz Wiz也很多人用 Wiz我觉得也挺好用的 他也是啊 就是说能够显示哪个路段 经常有警察出现 哪个路段经常有警察出现 你一看那标志 你到那路口 你赶快减速 你就老老实实的按照那个 限速去开就行了啊 所以呢 这就是在美国啊 遇到交通罚单啊 我这是也是这么多年啊 积累的这么这么一大本啊 反正这也是一个生活经验吧 谢谢观看